小毛孩 赶紧发招过来吧 把你打趴下了 我好跟你的太师父过招 阿尔 等什么 还不快上 杜河未济 极其中流 杜河未济 刘帝 把这小子的胳膊给我卸下来 是 吴稷 你过来 我创的这套太极拳你已经学会了 另有一套太极剑 不妨现在传了给你 也好用来跟这位施主过过招 太师父 好 太师父 这位前辈 晚辈见术不精 还需请太师父先指点一番 两个时辰够吗 我就在这儿教 吴稷就在这儿学 献学献卖 心献得很 用不了半个时辰 一套太极剑便可交完 我这套太极剑是初创的 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 阁下是剑术高手 正要请你给看看 指出其中的不足和破绽呢 这位阿大应该是八臂神剑 丐帮的方长老吧 你穿成这样我都不认识你了 还记得我吗 伤好了吧 怎么现在都投靠朝廷了 方东白 你不是死了吗 你怎么又活了 老夫白死余生 早就不是丐帮的长老了 过去的事 还提他干什么 八臂神剑 凭到这套剑 如果能得到八臂神剑指点几招 那可真是荣宠无量 明日 拿一柄木剑来 是 估计 你看好了 有人好想要 那个儿子 然后给大家看 我们学习小竹 我们学习小竹 找到八臂神剑 我们学习小竹 军生 我们学习小竹 在这儿 这儿 为什么 我们学习小竹 用回头 我学习小竹 然后我们学习小竹 现在爸爸 我们学习小竹 怎么耍得软绵绵的 一点没力气 能打获人家吗 我猜这张真人啊 故意把招数放慢了 让咱们教主 看得更清楚一点 估计 你看清楚了吗 太师傅 看清楚了 记住了吗 已经忘记一小半了 那么白雪了吗 这也难为你了 那你再想想吧 你现在如何 太师傅 我已经忘记一大半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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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刚学就忘记一大半 这 张真人 您的剑法实在是玄妙 这普通人看一遍 哪能记得住啊 要不张真人 您再来一遍 给我们教授看看呗 好吧 那我就再试一遍 拿来 太师傅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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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吸一遍 不认识 你看这人 你怎么样 太师傅 我还有三招没忘记 那你再想想 太师傅 我这下全忘了 忘得干干净净 不坏不坏 忘得真快 那现在就请八臂神剑指点吧 太师傅 我 方前辈请 啊 啊 呀 啊 啊 啊 呜呜 主人 小人无能 赶你罪责 你们什么人 教主 我看他们是有心在阻挡我们上武当救人 不能跟他们下折腾 教主 你只管赶路 这帮鼠辈交给我收拾吧 回父王 一切小心 是 小人 太极拳 将斩未斩 尽断意不断 不错 你的权剑已至精纯了 名叫聚会在即 你也该下山了 太师傅 我想等三十伯六叔 伤好些再启程 不用 他二人的伤势得你医治 全欲在望 你不用担心了 吴稷啊 你现在肩负重任 任重而道远 去做你一个教主 能有好酒好菜背着 好 有骨气 小妹佩服 那不愿降的 我也就不勉强留着了 那你是要放我们走啊 和我的手下 在这个擂台上打一番 能连赢三场地 立即放人 那若输了呢 输一场 我砍一根手指 我倒要看看了 你们有多少根手指拿来砍 我们都中了你的毒 如今内力全失 如此比武 恐怕有失公平吧 各位武功之高 小妹岂敢不防啊 我们行走江湖 只为出枪服务 断不会被朝廷收买 要杀便杀 请姑娘不要再侄辱我们 宋大侠一搏云天 可是这里 不是你们武当的地界 恐怕这规矩嘛 还得按照我的来 我中原六大派 即是贪生怕死之辈 大哥 我孔同派打头阵 我身上 为上 好 够胆识 我也不欺负你 给你一样兵器 给我这把破剑 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 给我这把破剑 陆先生 空同派的七伤拳法真是高楼并济啊 而且变化莫测 现在这样 再这样 最后再这样 郡主兵学聪明分毫不差 好 二哥 行不行 不行 我要是内力在的话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少跟他废话 剁了手指 送到他里去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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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是想偷学我们各大派的武功 你这样做太卑鄙了 师太你在担心什么 其他门派的武功招式 或许一学就会 但你们峨眉武功高深 岂能被轻易学到 我还偏想学他一学 三回 在 领将灭绝师太高招 是 子盟 堂堂峨眉掌门 竟如此贪生怕死 连我的手下都不敢对战啊 家师宁死不辱 堂堂峨眉派 岂能在你的手底下 苟且偷生 也好 也不用掌门出来打 听闻 为怕有一位周姑娘 是灭绝师太的得意弟子 在光明岭围剿明教之时 还曾重伤明教教主 想必深得灭绝师太的 剑招绝学 既然掌门不愿意出来 那就他出来打吧 怎么 峨眉弟子 还有不敢自认身份的呀 指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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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就是你 果然漂亮动人 这小小年纪 就与是峨眉派的得意弟子 着实令人生陷 既然掌门不愿意打 那就你来打吧 你这样站着不动 是和你师父一样清高 不屑跟我们切磋武学吗 没错 家师最讨厌卑鄙英毒的小人 不屑跟你们比武过招 你们峨眉派的武功 当真取势无双吗 能不能打赢还未可知呢 是 直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替他逼 跑啊 跑 开手了 我赢了 跑啊 你有没有受伤 没关系 有你的关心 我自然没事 有情有义啊 你还有什么花招 尽管使出来吧 我送清书不怕 不必了 你又有什么诡计 没有啊 我看了场好戏 心情好而已 走 安好门户 给我好好地伺候各路英豪 一个都别给我放跑了 是 师父 武当和少林的人 全部关在上面 走 快走 刚才谢谢你 不用跟我客气 照顾好你自己 走 走 师太 快点 请吧 别让这些妖人 学到我峨眉的武功 知道了吗 是 一定是明白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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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这不是自己人吗 教主 那不是我们明教的火焰奇吗 长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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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吗 吴稷兄弟 真的是吴稷兄弟 我可笑死你了 老天真的有眼 能让我再见到你 你都穿这么大了 常玉春 对着教主 不得无礼 好 我 常玉春 拜见教主 长大哥 你还是快起来吧 都起来吧 长大哥 你以后还是叫我吴稷吧 教主兄弟 我又是你大哥 又是你的属下 真是开心得不得了 众教们 都在蝴蝶谷等着你呢 好 长大哥 你快领路吧 走 我都听文长骑士跟我讲了 你们在光明鼎 打赢六大门派的事 真是大快人心哪 不过遗憾的是 当时我没能跟兄弟们在一起 说实话 我也离开这里太久了 当年就是长大哥 日夜兼长 带我来蝴蝶谷 找胡先生求医 也不知道胡先生的义路还在吗 我师伯的家 当时被山贼所拒 一把火烧光了他的家 所有的义路 全都不见了 您这些日子都在蝴蝶谷吗 我听说你当了我们教主 真是高兴得很 于是我就带着弟兄们 在这等你们到来 谁知道 等着等着 却把蒙古军给等来了 我们寡不敌众 就想着 假装示弱 把他们引到寨子里 来个瓮中捉逼 这不 反而把你们给等到了 哦 我这一时高兴 忘记参见了 在下长玉春 参见杨左使 英王 殷堂主 周三人 多谢大舅 我已经叫兄弟们 杀牛宰羊准备好了 还特意备了好茶 今天兄弟们难得聚起 咱们不欢不归啊 哈哈哈哈 我们去那边看 行 干嘛呢 刚才 我是说这个 长玉春 应该是在 文苍松的旗下 那和我们的距离 应该是这么大 所以呢 所以教主 和他是生死之交的兄弟 那么他们之间的距离 应该是 这么大点 所以 我们就不要 以仗者此举了 不。 这衣扇主 是不是 的 啊 认识 有所思识的 那奖 认识的 呢 一个人 妈妈 对 认识的 而写总 回当心的 人家 因为在我心里 小福并没有真的死去 我能感觉到她 她一直都在我的身边 教主 请容我片刻 好 小福 小福 我知道你能听见 你知道吗 我们的女儿长得很美 像你一样无可替代 她现在很幸福 看到有人能够守护她 我也就能放心地来找你了 我知道你是在等我 很快 等我完成最后的使命 我就会带你去一个最安静 最美丽的地方 没有人再来打扰我们 等我 教主 你看这弹火望不望 我已经发消息下去 宗教们正纷纷赶来 现在就等八月初五 你颁布教旨了 那就辛苦你了 长大哥 教主 教主 怎么样 路上还顺利吗 有没有查到赵姑娘的下落 教主 属下无能 到现在也没有发现 赵姑娘的下落 不怪你们 她行踪缜密 又轨迹多端 自然多加防备 你和为父王 暂时不用追查赵姑娘了 教主有别的事情 需要你们处理 是 炎原吴锦草 教主 之后就由你们继续打听 失踪各门各派的下落 是 是 灭绝师太 我们又见面了 其实我一早就想照你了 见识一下峨眉剑法 不过师父们说 要先看其他门牌的 再看较为内进的峨眉剑法 才能得其精粹 所以今天才轮到你 你虽然是女子 但比起其他窝囊掌门 倒多了几分架势 让我敬佩 你不屑在我面前亮招 不过规矩 我早就已经立下了 只有比武赢了才能离开 难道 你不想走啊 输了 便要留下指头 不肯比武 便以输作路 你以为你这样恕我为无误 你以为你这样恕我为无误 我就拿你没有办法吗 我知道 你有的是傲骨 断你多少根指头 你也不在乎 可是你的徒弟们呢 如果我把他们叫来 一个个在你面前 扒光了衣服 我看你峨眉派 还如何硬朗 你身为女子 辱墨女子 简直是无耻淫贼 你说什么 就算死 我也死 我们有个地方 后来 我们有一个人 要不在乎 我们有一个人 被我们得过 我们是来的 我们是来的 指点着敌人的方向 让我们避开援兵 好顺利向大都进发 想必敌方一定有我们的人 渗入其中 暗自相助 也不知道是哪一期的兄弟 这个人深入敌营非常危险 将来大事得逞 若能相见的话 一定要当命感谢 是 站住 你干什么了 官爷 小的门是进城做买卖的 这是通关行闻 请过目 这是上次小的进城做买卖的键 可能是放乱了 官爷 您请编吧 算你失去 这都是什么呀 都是绫罗绸缎 布匹 行 走吧 好 这怎么回事 我女儿 染了风寒 顺便进城看看病 走吧 我来 这个万安寺的最后面 有一座九层佛塔 我想他们应该被关在那里了 整个寺庙守备森严 我冒后禅去 看看有没有别的出入口 走 这座塔每层都有人把守 比大门外更森严 说不定六大派的人 就藏在这里 但是这里面一定埋伏着很多高手 我们在没有谈清情况之间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好像是何太冲吧 等没看到 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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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到底要干什么 张无忌 你脱我鞋子 你给我穿上 穿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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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琴先生 降不降 我既不降 我也不服 要是我内力若在 就是连战三场 这个藩僧 有如何的战兽啊 看见他左手无名指 送回他去 你们已经断了我一纸 就是再断一纸 又有何妨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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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转一下 演员 你 eles 理由是 这个 古大师 郡主 请上一上 最后一招精妙绝伦 也是昆仑剑法吗 不是 难怪何太重不会 你教教我 郡主 请 走 走 吃肉 跪下 一派处置泰然的样子 周姑娘 你想不想啊 何苦呢 这儿的规矩你也知道 三场比试赢了就放你走 要是输了还得看手指头 果然是有其师 必有其徒 周姑娘 你可知道 你师父身受重伤 又绝食了五日 只怕是离死不远了 你们把我师父怎么了 他一把年纪也就算了 你还如此年轻 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何必跟朝廷作对 平白送命呢 家师宁死不辱 是武林中的表率 当峨眉派岂有苟且偷生之辈 今天既堕在五尺尖徒手中 要杀要寡 一言而绝 逼我们做朝廷英权 却是妄想 名牙俐齿 好阵阵有词 我倒想问问 你师父做得适何表率 这把乙天剑 明明是我家家传之宝 怎么会被你们峨眉派 偷到了去呢 以天剑屠龙刀 向来都是中原武林中的戾气 谁人不知 从未听说过 跟帆帮女子有什么关系 什么中原帆帮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自古有之 不过是换了朝代 你们便受不了了 真是见识太浅 只看一族之力 不见大势所趋 当势大决 就是官员贪腐 欺压百姓 饥荒处处 民不聊生 嘴好厉害啊 既然话不投机 也就不必多说了 不肯比试 比书作论 旁人嘛 我是留下手指 我看你小小年纪 就如此自负 恐怕 不是士的武功吧 或许 是这张脸啊 教主不便 如果我让你跟我师父一样 你还敢给我顶嘴吗 你不肯比试 无非是不想让我看到峨眉剑法 但把你的脸划成马蜂窝 不需要什么峨眉剑法 我用三脚猫的把式划 可好呀 你想不想 我不想 杀了我吧 我就是不杀你 我只想划你的脸 是吗 无济哥哥 你没事吧 再打招手 再痛快 去一步 你就如此厌恶我送你的东西吗 非要毁了他不可 我没带暗器 着急起来往怀里 blunt手一探 便摸出他来 我无意毁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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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也不来和我说一声 我不是你的人 我不是你的人 赵姑娘 朱姑娘说了不会想你 你又何必强留呢 不如放她去了吧 我不许 你们把我害得好惨啊 张教主 你今日来此大闹的目的 到底是何 想要太虚实的话 带会我的手下人到齐 以便知道想要全身而退 是不可能的 至于救人 更是妄想 你还想要继续缠没下去吗 师叔 张公子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你赶紧走吧 刚才不是无忌哥哥 叫她好亲热吗 怎么现在如此见外了 张教主 这位周姑娘花容月貌 我见尤莲 难怪在光明顶上 她赐你一见 你都还是要救她 莫非 她就是你的义州人了 周姑娘和我从小便相识 我小时候便中了此人的毒涨 阴毒入体 多亏了周姑娘喂饭喂水 此番恩德 我不敢忘 原来是青梅竹马之交呀 那你是想娶她 让她当你的名教教主夫人喽 原世未灭 何以为家 说到底你就是要灭我 是也不是 赵姑娘 我至今不知道你的来历 虽有数次争执 但每一次都是你找上门来 我无意悬事生非 如果今日赵姑娘 答应放了我众师叔伯 以及各位英雄豪杰 我自是感激 又怎会心存敌意呢 更何况我答应过你 为你办三件事 我一定竭尽全力 绝不敢敷衍退讨 亏你还记得 不过这位周姑娘 既然不是你的意中人 也不是师兄师妹 未婚夫妻 那我划她的脸 也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吧 张教主 你还是说实话的好 这位赵姑娘 你要毁周姑娘的容貌 我可劝不了你 但你要是这么心狠手辣 我姓为的也饶不过你 你在她脸上划一刀 我就在你脸上划两刀 你划两刀 我就划四刀 加倍奉还 轻易服王言出必行 你防得了一年半载 可防不了十年八年 你要派人杀我 你可未必追得上你了 赵姑娘 今日得罪了 请你好自为之 告辞 走 走 便良赵敏 在此恭候多时 赵庄主 你 你就如此厌恶我送你的东西吗 非要毁了她不可 着急起来往怀里随手一探 便摸出她来 我无意毁她 这盒子 你一直随身戴着 这去哪儿能找两个能工巧匠 将她修好呢 犯有谁 原来是你呀 我问你 我们名叫杨教主失踪 是否跟你有关 杨教主现在人在哪里 你猜 教主是不是被你杀害了 教主 哪个教主啊 好 你不说是吧 那我今天就逼着你说 你 范又是啊范又是 你跟那姓杨的一样 目中无人 你未明也太小看我了吧 我早就发现被人跟踪 刚才吃你一掌 但是我一把毒 传给你了 卑鄙无耻 今天就算是犯你要要死 你要死得明明白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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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汁啊水汁 你吸我的血 是救了我的命 却反而害死自己了 这是天意啊 老天爷 你留我心 是想让我诱惑名将 以免奸人所害 可是你给了我这样的羡慕 江湖上所有人 都知道我是范瑶 你让我如何潜入到王府 查明真相 也罢 范瑶今天 就把那羡慕还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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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所以我就自毁容貌 而且吞嘆为了自己的生命 还用药水把头发的颜色也给变了 从此江湖上再也没有人认出来 我就是光明又是泛妖了 后来机缘翘河 入到了西域花辣子蘑菇 不是投去汝阳王府了吗 怎么又跟花辣子蘑菇有关系 这样才能以西域勇士的身份进入王府 再无人怀疑 高 杨绪迪说得对 那个时候 汝阳王到处召现那时 所以我听到了这个消息 就杀尸碧虎 并且自立功名 终于得到了汝阳王的赏识 我就成为了他的色目武士 yl Alma 氏 很香啊 好酒 好啊 咱们一起敬贺先生一杯 来 干杯 来 来 好酒 来 我来 亲自给贺先生倒酒 把这个药放在那个塞子里 然后这么一倒 药就跟酒完全混在一起 确保万无一失 不醉不归 好 不醉不归 来 喝酒喝酒 一起喝一起喝 一起 我给你加点肉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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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敬你 好 来 一起 干杯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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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四弟 我这肚有点不对劲呢 好像中毒了 我 我 我也 我也觉得不舒服 十香软金散 何先生 你竟然给我们下了 十香软金散的毒 我们给你无冤无仇 这是为什么 何公公 我们兄弟俩 可没冒犯过你老人家呀 高抬贵士偶 郭大师 你恐怕误会了吧 我们也算兄弟 我怎么会害你呢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我也中毒了 一定有什么奸人 在这番菜里下了毒 这十香软金散 只有你们兄弟两个菜药 你还想狡辩 我说过了 我真的没有 行了 不管药还是没有 赶紧给我们拿解药吧 解药 赶紧吃解药 解药 在我师兄那里 请 我说你 你 我怕胸 我怕胸 我是送胸 我拿你 我来 你 娘娘 难道是我那大徒弟 吴王阿普 猜到了我的心思 偷偷把他结了来 想给我个惊喜 娘娘 你怎么躺到 我的床上来了 被人点了穴道了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娘娘 自从你一入府啊 我就被你的美貌 所倾倒了 在下午时 茶不思 饭不响 日夜夜惦记着你呢 娘娘别害怕了嘛 只要你乖乖地听我的话 我就给你解学 好不好 你这是点了什么穴道了呢 我该解哪儿好呢 师兄 师兄 赶紧开门 师兄 开门 有什么重要事啊 我正在练功 别打扰我 你大白天的练什么功 我有急事 快开门 快开门 有什么急事啊 你半天不开门 练哪门子功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自己就躺我这儿 你不就是睡个姑娘吗 睡姑娘也叫练功吗 快点 把解药给我们 解药 什么解药啊 我和苦他师 中了十香软金散的毒 你就喝离肚子里去了吧 无缘无故的怎么就会中毒了 再说了 十香软金散 不是在你那儿保管的吗 我也是莫名其妙 我们四个人在吃肉喝酒 突然全中毒了 快 别废话 把解药给我 好好啊 你们先去外面休息 我给你们拿解药 苦大师 当心叫下 你没中毒 你到底是何居心 洛先生 你把王爷的爱记偷偷藏在这儿 你问我是什么居心 我 王爷早就说你对韩记图谋不轨 命我暗中监视你 真没想到啊 你竟然做出这等事情来 王爷命你来勤我 库大使我知道你武功高强 可就凭你 未必能让我束手交勤 你一个人跟我单打独斗 也未必赢得了我吧 瞧瞧你的师弟 现在已经成这个样子了 你想得他全身而退 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不如这样吧 咱们两个好好商量商量 我帮你把这件事情掩盖下去如何 掩盖 怎么掩盖得了啊 三毁四岁 你们进来 你这事干什么 这件事情你自然不会说出去 你这个师弟呢 也会帮着你 这两个人 我点了他们的死穴 也没有关系 至于你这个最爱的美人嘛 有两个方法处置他 第一个法子呢 干脆利索 把他和那两个人一起杀了 至于王爷那边嘛 我就说遇上了他们的奸情 为了给王爷出气 当场把他们给宰了 还有另外一个法子呢 就是倘若你舍不得你这美人 就把他给藏起来 你放心 我苦头头的口风很紧 不过这个秘密 想要保存多久 就要看陆先生的造化了 苦大使 你还真是深思熟虑啊 真能为陆某蛇身处地 考虑这么周全 有条件的吧 说吧 想让我帮你做什么事啊 这个容易 其实我给峨眉派灭绝掌门 你交情深厚 不是 哎呀 罢了罢了 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你吧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哪 其实峨眉派那个兴州的小弟子 是我跟灭绝老尼的死生女 我知道了 把娘娘借到这儿这出席 把娘娘借到这儿这出席 也是你苦大使的手臂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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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救我那老乡好 和我那宝贝乖女儿 我这不 不能空手想求吗 嘿嘿嘿嘿 好 冲这句话 我就帮你 你还真是神机妙缩案哪 陆某甘拜下风 承让 承让 要解钥匙吧 拿去吧 就这么一点 这 这不够用啊 别说是救两个人了 你就是救个七个八个的 这些也绰绰有余 别这么小气嘛 再给我点 慢着 莫非苦大使你 要救的 不只是灭绝师太 跟周姑娘两人 报告 我们之前就是追到这个院子 就不见了 赶快给我进去搜 是 是 可这是陆先生的屋子 那这寒基 总不可能在这儿啊 陆先生在访吗 什么事啊 王府有位娘娘被歹徒劫走了 我们随着歹徒的足印 一路来到万安寺 你们还在这儿嚷着什么 还不赶紧分头搜寻去啊 王爷跟郡主怪罪下来 担当地请吧 是 是 虽然他们一时半会儿 不能插进我的房里 但这么一来 这万安寺四下一定会加紧搜寻 可怎么把这寒基弄到别处去呢 有了 虽然万安寺四下有人搜寻 但是有一个地方 他们肯定找不到 你大可以放心 把你这没人藏到那儿 等过个一天两天 外边风声松下来的时候 你再把他瞧瞧地 你就别绕丸子了 直接说哪儿 好主意 叔父 您怎么来了 里边说 苦大师啊 郡主 苦大师 我正找你呢 怎么被他大包袱啊 陆先生怎么也在这儿 回禀郡主 只因日前魔教的教主 常来捣乱 属下呢就 唯恐他们日后还会来袭 到这塔中救人 我就跟苦大师我们约了 干脆把被褥搬过来 直接住在这儿 亲自把守 以防坏了郡主的大事 巧了 我本来啊 也想请玄冥二老 亲自镇守 只是觉得过于劳驾 不好意思开口 没想到 你能主动替我分忧 他真是再好不过了 既然 这里有你们试图 二人亲自把守 量那些魔头 又讨不到好处 那我也就不用 再上塔巡视了 师父 你给我去个地方吧 师父 让弟子 不不不 我还有事 有求于苦大使呢 给他个面子 师父自己来 进 师父进 郡主 师父 我们去看看张无尽 那小子去 张无尽 你知道他在哪儿 他又怎么会逃脱出 我的守掌心啊 你笑什么呀 你是不是喜欢上 那小子了 你别瞎说 我就是想劝他 为朝廷效力而已 行了 我苦头脱 尽你维护郡主的周全 就算是龙滩护穴 我也陪你走一趟 再调赵 你怎么会变得 找你 你apa 你别疯了 放心 我会好好地爱你的 这事要让苦头驼手中秘密 非得卖他个人情不可 唯有放了他的老情人和女儿 倒是这些说 是那魔教教主把人救了去 不就行了 在下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回来我们俩再好好的云雨一番 客官是姓张吗 下面大堂有人找你 张公子 赵姑娘大驾光临 有事远云 不知此次前来 所为何事 我来找你自然是有事了 不过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去那边小酒家 小卓几辈怎么样 人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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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太在这儿待得可好啊 师太啊 你还果真有些姿色呀 快不得当年有人跟你 你 别废话 要杀要寡随你便 脾气不小啊 那我要是说 我受人之托来帮你 你也不信吧 行 你就当我是来送你归西 等等 在我死之前 我想见一见我徒弟周芷若 麻烦你帮我带他来 您对这位弟子还果然不同啊 也多有 人之常情 好 我就帮你把他带过来 我先干为敬 姑娘叫我到此 有何用意 我知道 你对我始终是不放心 所以 我先替你尝一口 张公子 你可知道我是谁 我爹爹 就是当朝执掌兵马大权的汝阳王 我是蒙古女子 真名叫做敏敏特沫尔 皇上封我为少敏郡主 赵敏两个字 是我给自己起的汉名 怎么 你早就知道了 你为什么要跟我坦白这些 你以为呢 师父 芷若 你没事吧 陆先生 我们有话要说 麻烦你出去一下 行 你们先聊着 等你的老江号回来 我再收拾他 芷若 师父有些话 要嘱托于你 嗯 师父 您先别担心 张无忌昨天潜入这里 救了弟子一回 我相信他还会再来的 救出咱们各大派 当日在光明顶 你明明赐了他一剑 怎么他还反过来救你呢 弟子也不知道 这个小子 阴险恶毒 能安什么好心 他是给你下圈套 引你上钩 圈套 峨妹跟魔教是死对头 魔教死在以天剑下之人 不计其数 他怎么可能反过来救我们呢 这小子 他肯定是看上了你 所以先把我们抓来 然后又假装救我们 让你心服口服 死心塌地地感激他 弟子觉得 张无忌他不是这样的人 你竟然维护他 我看你 跟当年的季晓夫一样 中了魔教的淫都 如果我内力尚灾 我一定要一掌批死你 弟子不敢 你是不敢 还是花言巧语骗我 弟子不敢又为师命 那 你就发誓 你跟着我说 小女子周芷若 对天蒙誓 是 日后 若对张无忌存有爱慕之心 和他结为夫妻 那我的父母 尸骨不得安稳 师父灭绝尸泰 会变成厉鬼 令我日夜不安 和他生下的儿女 男子 代代为奴 女子 世世为昌 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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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